好 那么有金钟奖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做插播的报道 接下来要带大家看到这两则新闻 都是非常胆大包天 像是有人在检疫所竟然还外送毒品进去 另外则是要看到是集体喝花酒了 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 被爆出说集体喝花酒 而且还收受贿赂 有50个人是被检方给约谈 其中有一位秘书他涉及了贪污罪 被申请羁押获卷 另外有5个人则是以20万到60万元交保 受访谈山坡地水土保持 他是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的阳性秘书 被爆出喝花酒收贵 遭检方约谈谈调查 向法院生压获准 阳性秘书检调那边的认定 它属于情节比较重大 就预令预计 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副分局长 证实这件事 提及检方曾在9月3日到他们办公室搜查电脑 且约谈水保局大约50人左右 另外调出60几个水保局的案子清查当中 检方调查发现水保局官员集体喝花酒收贵 后来在水土保持工程放水土利厂商 除了秘书以外 其余5人以20万元到60万元不等的金额交保 除了水保局官员也有设计监造顾问公司 及施工厂商被检方约谈 全案向上追查看有没有更高层级的官员涉案 华世新闻王善林品星台中报道